孔雀仙人掌 嗨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我的孔雀仙人掌 前一阵子有跟他牵插 那生长情形怎么样 我想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介绍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这边有种了一些鹿角爵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种的鹿角爵 那有很多种类 我也不太清楚 那没关系 那大家就随着镜头 就稍微欣赏一下好了 这边的我几乎都是上百个 我觉得鹿角爵 住在这边 不错 就是说不会全日照 那也有一些 比较阴暗的地方 所以感觉上也都长得 还蛮好的啦 因为有的买很久了 我实在也记不起来 他叫什么名字 那我也很喜欢这个 这个就是当初我用那个水苔 包起来的鹿角爵 现在已经包得很漂亮了 他就是应该就叫做水苔球吧 水苔球鹿角爵 长得很漂亮 也有很多新叶子 看完了以后 当然就是要看今天的主角 就是这个孔雀仙人掌 我们先看这一盆吧 这一盆是我直接就是 把孔雀仙人掌的枝条 剪一枝 就插在土里 就让它长 那一阵子 然后各位看 侧牙已经出来了 感觉蛮健壮的 当然我也有利用嫁接的方式 把孔雀仙人掌 嫁接在这个火龙果的枝条上 前一阵子我发现 它应该是有长新牙 各位可以看这边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断掉了 是被蝸牛吃掉吗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就变成这样子了 很可惜 那希望它能够有机会 再长出新的牙出来 不过还是觉得蛮好的 至少这边有一颗 新的侧牙出来了 所以想要繁殖孔雀仙人掌 你也可以剪一段枝条 就把它插在土里 让它慢慢长出新的侧牙出来 也是很方便的 感觉也不是太困难 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